《羽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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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想跟别人一样 就是不用干家务 每天可以出去玩 快点 车还上学了 走 还有你 12岁 本来是在家里上学呢 然后上着上着是 家里没钱了 然后有两天我没去上学 同学来问我 我说我生病了 不好意思告诉别人 因为我没钱上学 然后还没去 最后把头发给卖了 然后卖了150 然后上下学 本来是打出去跟人家 一块打暑假工 但是呢 他刚见我的时候 他觉得不让我去 然后最后开学的时候 他说能去 然后我就去了 你属于吃饱了 还是找不到东西 那时候小弟也很 也还很小 家里还有那么多小妹妹上学 因为我爷爷不是得癌症去世 也借了很多钱 给他看病 所以呢想想然后还是出去打工吧 他拿着 去放那吧 第一次出去在龙虾场四个月 拿回来了五千多吧 给了我五百块钱 让我零花吧 能减轻一点负担 那应该他也挺高兴的吧 如果家里像别人家 不是很富裕 然后但是过了一班 也有钱跟我读书的话 我会上学 出去打工 以后长大肯定是一点知识都没有 只能干累活什么重活 出去打工了 他也应该也没想过我会再想上学吧 然后我也不敢跟他们讲 小妹妹她也马上快上一年级了 他们三个人一年就是九千六 至少他们不用为我花钱了 也不用操我的心了 然后我挣的钱剩下的 然后就可以给他们 所以你过过生日吗 没有 就算小时候过生日 好像是煮着鸡蛋吧 在头上滚 也有时候过生日挨打吧 为什么过生日挨打 可能那一天我不太听话吧 我们喝西饭嘛 弄豁了 然后就是说我们是一直看电视 然后不好喝 然后就开始就会打我们 但小时候 这只是一点小错误 其实我感觉不应该打那么狠 一直导致我现在还是恐惧他 其实我有时候在想 如果去世的人是我该有多好 我的爷爷带来 或者该有多好 就是他们俩在一块 我这个爸 他说在外面 然后一个人 我出去干活的话 他说不放心呀 你有没有感动啊 没有 因为我根本就不想跟他们在一块 一巴掌可以把我鼻子打出鞋 可以让我哭得呼吸不上来 他拿酒瓶子砸过我 但是没有砸到 他拿砖头砸过我 但是砸着了 是半斜砖砸到我腿上了 所以我就是很害怕的 所以我就是很害怕的 我感觉别人的父亲应该不会 拿砖头砸他自己的女儿吧 反正我去了 尽量跟他少说话 省得忍怒他 现在他也知道我大了 不能经常打 他自己也这么说了 但是还是从心里还是恐惧他的 害怕 他打我理由啊 我们三个人挣了钱 应该会让他们比我幸福吧 人生 Untung不着 下面的生命 有没有要来 我们四众无法 我们是离开 我们二众无法 我们二众无法 那么我们一众无法 我稳定有一个好 一众无法 我一众无法 我们二众无法 我一众无法 你学问多么 水 我一众无法 我闭上去 那怕我拿麵拿上一首 用一首歌拿上的 现在做的事不定的年龄 不够吧 有些长要有的严 那边那个 我给你做那个电子长 那近年差不多 那个长把你笑一不来 加班都 根本就ngulo了 反正起码人呆这里面 要不要挣着线 咱得这一拨 能难一点 放一点 我还有点关的能难 照顾 嗯 还有饭呢 感觉自己像孤儿 别人拥有了父母爱 我应该没有 根本就没有跟爸爸妈妈 一起生活在一块儿 然后像什么 他给我买玩具呀 买衣服呀 带我一起出去玩啊 都没有 这样跟你啊 我希望以后我的孩子跟我一样 这么不幸 也不想让他们跟我一样 没有一个完整的家庭 我会有个人 我会想到你了 对 我会想到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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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